中国写给美国的信震撼人心 世界都沸腾了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荣誉教授林良多 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英文诗 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 随后在互联网上热传并引起中西方网友热议 这首诗表达了许多华人长期以来 内心对西方偏见的压抑和愤慨 因此被评论为 是海外华人向西方偏见射出的一记利剑 以前我们国弱备受欺凌 好不容易开始崛起又处处受敌视 中国人做什么都似乎不对 这首诗值得西方人三读 值得中国人再三读 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 作者林良多 我们是东亚病夫时 我们被说是惶惑 我们被预言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了 我们被指示主要威胁 那时我们闭关自首 你走私鸦片来强开门户 我们拥抱自由贸易了 你责骂我们抢走你的饭碗 那时我们风雨飘摇 以铁蹄范镜要求机会均等 我们要整合破碎的山河 你说我们入侵 我们弑行马列救国 你痛恨我们成为一己分子 我们拥抱资本主义了 你又恨我们当了资本家 当我们的人口到达十亿 你说我们在摧毁地球 我们要限制人口了 你说我们践踏人权 那时我们一贫如洗 你是我们贱如狗 我们有钞票借给你了 你愿我们令你国债累累 我们发展工业了 你说我们是污染者 我们有货品卖给你了 你说我们是地球暖化的烟油 我们购买石油 你说我们榨取歼灭族 你们为石油开战 你说是为了解救生灵 那时我们动乱无序 你说我们没有法治 现在我们要依法平暴 你说我们违反人权 那么你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 回答之前请仔细地想一想 因为你的机会不是无限的 已经够多了 这个世界容不下更多的伪善了 我们要的是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竟是太平 这个宽广辽阔的蓝地球 容得下你们 容得下我们 中国的快速崛起 已经让美国方寸大乱 我国的惊天一设 和5G全面投入商用 就是一种最好的回击 就是在释放重大信号 永远不要低估了 中国韧尽的精神力量 这个曾经沉沦并跪倒 最终又站起来的国家 绝不会再跪下去 中国有软硬不吃的决心 各有软硬不吃的实力 永不遭受他国霸凌的伟大民族复兴梦 终究会在我们的努力奋斗下实现 这首表达咱们中国人心生的诗 让中国人都沸腾了 值得转发给所有人看看 如果感觉视频不错 请动动手指转发到其他群 让更多人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